很多人不知道 喜欢抱怨 会赶走你自身的财运 先天之命不可改 后天之运自己求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境遇差 压垮了你的心态 而是你的心态差 击垮了你的境遇 心不宽 路就窄 你见过哪个赚大钱的人 是天天在负能量中发财的 抱怨只会降低你的智商 能量和气场 赶走原本属于你的好运和财运 易经中说 人的运势由天时地利 人和三个因素决定的 天时是指自然界的变化 地利是指人所处的环境 而人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暴躁易弄的人经常发脾气 先伤自己的身体 对盘人示范怒气 又把原本属于他的伙伴 机会和资源都赶走了 那他的财运能一直好吗 所以三人说和气生财 佛家说尽随心转 其实意思都是殊途同归 你的心态豁达一点 遇到难事 换个角度 换个思路 也许就会柳暗花明 找到新的出路 你的心态影响了你的境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入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